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将美国与金砖国家合作。 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表明了对审慎货币政策和财政纪律的坚定承诺。 这一举动震惊了华尔街和银行精英,挑战了他们的霸权,并为国际经济开启了新时代的大门。 特朗普总统决定将美国与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结盟,标志着对传统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 通过拥抱金砖国家,特朗普正在对抗华尔街和银行精英的根深蒂固的权力,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益于持续货币创造和赤字支出体系。 这一大胆举措不仅挑战了现状,还有可能重新定义全球金融格局,提供了经济繁荣的替代路径。 特朗普对现状的挑战,特朗普决定加入金砖国家,直接挑战了支持精英利益而损害普通公民利益的主流货币结构。 华尔街和银行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在经济政策上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延续了债务和依赖的循环。 通过反对持续货币创造和赤字支出的做法,特朗普正在捍卫大街上的利益,而不是金融精英的利益。 这种勇敢的立场反映了对财政责任和问责制的承诺,为更公平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奠定了基础。 颠覆金融现状与金砖国家结盟的决定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颠覆金融现状。 通过摆脱美元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正在挑战西方金融机构的霸权,为更多极化世界秩序铺平了道路。 这一举动不仅增强了美国的经济主权,还加强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随着美元霸权的衰落,金砖国家联盟内的国家有望从增加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中受益,促进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和团结。 美元霸权的终结,随着美国加入金砖国家,美元霸权时代已经结束。 这一颠覆性发展标志着全球经济权力平衡的根本转变,对金融市场和地缘政治动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美元失去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世界各国正在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并多样化其外汇储备。 这种远离美元的举动不仅削弱了西方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还减少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传统上发挥的影响力。 特朗普对新经济秩序的愿景,特朗普总统决定加入金砖国家是对一个基于公平、透明和相互尊重的新经济秩序的更广泛愿景的一部分。 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盟,特朗普寻求创建一个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全球金融体系,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 这一愿景不仅仅是空话,它代表了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承诺。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倡议,美国及其金砖国家伙伴可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从贫困和不平等到气候变化和流行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